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我们也谈到他里面其实谈到了公平正义的社会 新的进步主义 财富分配更合理 内阁制取代现行的双手掌制 降低投票年龄等等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好像并不是在针对党内的改革来做讨论的 不过最后他这边特别提到就是说为了台湾民主的未来 他说他不能够弃而不顾必须要参选党主席 但是这边特别想说未来四年我会做好做满 不会参选2016的总统 柯惠姐怎么看 其实他今天这个脸书的形式是第二次 上一次他这个新的是这个李润说他用的是脸书 今天他在用脸书应该用不同形式啊 至少用个影片嘛 像上次希拉蕊这个参选的民主党的初选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他有点冲促 可见得是有点被赶压子上架 这好龙斌出来了是不是 这就不知道 应该是因为昨天好龙斌好吓人 连我都吓得晚上都 差一点这种表情 不明啊不眠啊这个我看大概是半夜有人看到 这个好龙斌已经就是一副 你不选我就选的样子 所以大概半夜可能有六君子 六十君子在他家门口拜托他 就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在求他 就是要挡掉那个黄明化的那个儿子 因为如果是好龙斌当的话 那中国国民党可能在好龙斌就职了 开始之后立刻就被灭亡了 可是他今天的创党精神也很有意思 创党精神是据说在新中会或同盟会的时候 曾经有过恢复中华驱逐达鲁 那有人说你这一段可是惹火了 其中有一位金先生因为他是达鲁的后裔 那第二呢什么叫创党精神呢 我要请教一下朱立伦市长 创党精神就是舍我其谁 黄花岗烈士的精神 是武昌起义十次革命的精神 你不过就输那一次 你还要疗养十天 到今天还不敢出来见人 丑媳妇也要见公婆你又不丑 所以我不太懂他们这些 你们台大教授出生的这些政治人物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畏首畏尾 左顾右盼顾影自怜 然后还搞个黄袍加身 最可笑的是黄袍加身的结果是三十几个立法委员 有几个的签名笔记是一样的 原来是别人代签的 弄半天黄袍加身 中心狗月 对呀 有好几个都是后来才代签的 那不是委造文书吗 有这个可能啦 那还好据说他们 这很亲自文书 据说立法委员常常叫委造文书 常常叫假联署 但是弄了半天 你的中心狗月才三十四个立法委员 那换句话讲 你就算是当上党主席 你将来跟另外三十几个 可能是王派的 可能是 当然马派可能只有一个半 而且那半个 外号叫维格嘴 也不值钱了 那这个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你 一开始你是去召唤民意支持你 我觉得他算错账了 他那两万四千多票 还是唯一的共助 如果他在败选之后 而且马英九看起来就是 80%左右的民众不支持他情形之下 他如果让民意召唤他 让民意帮助他去参选党主席 都比被重心狗月好 你知道马英九当年他怎么样压制连战的 连战的势力多庞大 2005年的时候 他是用民调 用他的民意 用他的民心的气质 用他的这个 所谓的人气 去压制掉连战的 才选上党主席 才后来有 这个当上总统啊等等 那朱立伦的问题就出在 他的出场 太伤患了 他的出场就是 这边一个绷带 那边一个绷带 一个拐杖 那你将来怎么做一个 独立的党主席呢 而且很多人还 昨天晚上还有人跟我说 千变万化 48小时你不知道能变多少 搞不好人家手上还有血滴子 然后等到你这个 朱立伦要去登记参选 他不是还有 10600个党员的联署吗 那联署 我随便抓你 10个伪造文书 这个签名是假的 或是怎样 让你审查资格不通过 或是中间呢 就扔一个 蔡宇宙手上都有的东西 叫做桃园航空城 高屋艺人的 这个的一些东西 或者是三重信念土地 跟你朱立伦 跟什么 魏家有关的东西 你们说让步都有吗 所以我说是马金同意的 至少不反对嘛 这个很重要 如果马金同意 我请问你 这是不是有安盘交易呢 是不是有什么私下的筹码呢 所以他根本就算错账 他的幕僚也是 很没有那种 那种黄花钢烈士精神 他应该是用人民的力量 帮助他当选 就他今天那个声明里面呢 还是对这个 不敢对党员喊话耶 因为他怕他是什么 党产改革啊这些问题 会党员不投票给他嘛 我今天彻底对我们这个党 我觉得我们在场的党员 对国民党 应该有一个改革的这种 动能是非常 这个有可能有成果的 因为我们这个党真的很像穿越剧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今天从外面走进去 走到党部大楼 看那个状况 然后再上楼 领表 你看我连领表资格都没有 对 黄教授 什么时候 你要考试 或者说你要参加一个选举 连个表格都不给你耶 表格从让我拿回家做纪念吧 因为这个表格 不管是委托书 或者说这个申请 要参选的表格 你让我带回家会怎样 基策分处 不过我们要准考证 中央党部已经很客气了 他给你打回去的理由是说 你不具有中央委员资格 其实他心里想起来是 你根本就不具备党员的资格 我这个党正在 而且我已经验证过 我今天把党证拿出来 给他们那个 然后那个工作人员说 这个党证是 确实是 不过呀 扣管 你如果当你党主席 我看中央党部肯定 你要把它拆了 不是 不必拆 我们就到外面搞个帐篷嘛 不过我现在很高兴 我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2016如果立法委员选不好 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 又输了之后 朱立伦就要下台啊 那朱立伦下台 我们就可以参选了 那你说后理配是吧 对对 拜托你把那个党的 党主席参选资格修正一下 朱立伦其实可以做很多事 很可惜 他自己 你们两个配合抠你哦 实在太麻烦了 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党的主席 其实是跟全民对话的 你不能够自己自宣自宣在其中 当然可能真的 党商修正 这个对了 党商当然要修正 他要不要辩论 他要参选 他要不要发表政见 你不是要弄那个路线吗 我们要只有一个人 他也不用辩论啊 可是我觉得朱立伦 我觉得朱立伦 他这样一个公开的诉求 我觉得他少了一样 就是刚刚扣姐讲 那个写滴子 大家不要忘了 那背后的那个叫做 太上主席还是在 也就是说那个 总统兼任党主席的这一条 如果没有改的话 你们选出来的人 那什么啊 你们那个叫次主席啊 我叫做太上主席啊 你不要吓我们了 不需要改了 真就好了 把你民进党第15条之一 党家说的第三项 总统不出任党主席 就回归到一般 他们就15条的党主席选择 修改啊 我们现在修改啊 我觉得听起来 目前为止 国民党的这个选举 看起来像是火坑 党主席选举像是一个火坑 所以照理说 要出来选的人 应该是要给你们200万 鼓励你们 对不对 因为你愿意跳火坑的人啊 对不对 像你像辛哥啦 像Coco姐啦 不应该是收你们200万吗 他现在又加到中国了 不太容易抽200万 我跟你讲 国民党的规定好奇怪 那200万是作业费耶 那党主席选举 完全不能拿回来 什么作业要200万 就是他还要给你一个 三十几万的党员名册 我昨天有问一个党内高层 昨天晚上 我说为什么要先交200万 才能领表 那你要符合资格 然后还交200万 人家通常是先领表了 然后登记的时候 再交200万嘛 他不是 他先收钱 那为什么要先收钱呢 因为他说 我们会把那个 三十几万的党员名册 给这个要领表的人 所以呢 要把门槛提高一点点 那什么人都来把我们的党员名册 要走了 就在卖个资一个七块就对了 就等于是一个六块六毛 就算好了 不过现在看起来朱立伦 应该是属于父辈受敌 还要选不选 我觉得这十几天当然是 除了那个Coco姐刚刚分析的之外 我觉得他现在最主要的想法是父辈受敌 怎么讲 比如说他一方面当然是有刚刚 郁珍讲的就是太上皇的一个压力 因为就像你国民党如果不是有党章的话 那马英九现在虽然只是 他不是下台 他是下野而已 他随时可以像蒋介石一样 这个复刑事事啊 那万一哪一天 譬如说他不爽的话 如果要回来的话对不对 那不是又可以啦 他只辞职 但是呢第十项第四项 很抱歉本党这个辞到这法务部 我是学法律 我真的要骂他们 那明明是第四项 他们说成第三项 这里丢人 他上面有一个麻烦在哪 就是党员选上总统 他就成为宣誓就职那一天 就成为当然党主席 他现在辞掉党主席 可是他党员兼总统 就是这一项 第四项其实要特别条款 跟他扁那个时候一样 这个特别条款还在哪里 所以今天假设 我李鑫选上党主席了 可是这位党员兼总统的人 他只要说李鑫抱歉 我现在对党务有兴趣了 我现在回来接党主席 我就得走人 所以才需要第三项 他辞职以后 应该是回到民进党第15条 之后第三项 如果我辞职掉了以后 党主席重新改选出来的东西 没有只要是说 总统如果不兼任党主席 他就要回归到 这个党主席的 对 选择就一半了 不是 我觉得假如 形式上你实质上 你总统接任党主席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党政同步嘛 他不要两个太阳嘛 那你问你现在 你如果总统 你要那个人愿意 那个人就不愿意啊 那你要现在总统也不愿意 我这个就是说 为什么要修党章源就在这里嘛 就是说我们学法律的人很清楚嘛 这一个改选的法源不具备嘛 本来是他们15条之一第三项嘛 就是说当总统 不出任党主席 当时逃避说辞职或者其他什么也不知道 他们不出任党主席了 确定了 然后他们就回到第15条的 补选改选的那个主席的办法 我们现在因为缺少这一项嘛 所以现在我们现在说主张要继续改选 补选就正在讲补选 法源在哪里没有啊 但是现在我们谈这个 我觉得重点是马英九的心里怎么想啊 马英九根本压根他就不想改啊 因为他还是要把手伸在这个党主席的上方啊 我就是压制你们 你们就是我的傀儡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朱立伦今天如果宣布要选党主席 他应该是说我要怎么去跳脱马英九的这一只黑手 我怎么跳脱马英九不要去当他的傀儡 我怎么去改革党 然后包括党产要怎么去处理 这个都比较重要 而不是说今天好像假惺惺 我为什么说假惺惺惺 因为其实所谓的降低这个投票年龄的18岁 其实讲很久了 你都没有看过你朱立伦曾经去发表过啊 然后内阁自尼伦也没有发表过 我认为是说 对 我认为他只是要把这两项 要夹带后面的不在籍投票 他如果突然之间丢出说 我要推不在籍投票 我看他一定被骂死 他故意就假惺惺说 你看我认同这个18岁这个投票权 然后呢我也认同所谓内阁制 但是后面还要加一个不在籍投票 他的重点在后面啊 这个不在籍投票 马来补充一下 马来怎么想我就大家预测了 可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觉得修党家目的是要让这个制度健全 因为不只是马的想法而已 一般人假如说我是党员 一般党员的话 他以后去领第17条第4项 拿着民进党15条之一的第3项 来到法院去像王金平那个一样 去申请假储效 我们就糗大了 我们觉得把这事情分三部分 因为刚才有讨论的部分 到底这个总统兼任这个主席的事情 当然我相信国民党自己本身 对国民党本身应该自己会有自己的想法 这因为大家都已经讲那么多了 第二件事情其实你可以观察 这一直在立法院的这些运作 那么明显的毛治国似乎已经有在搁置 就是比较争议的福贸跟货贸 这个形态已经出来 而货货一直都是马总统的意志所在 很意外的事情 这个部分它开始有些改变 甚至在电费 当然我们在观察搞搞民营电厂的 民营电厂的电费都有在修正 如果这是这样做的话 对 表示说这部分 是不是马总统手已经有在退出来 你必须要预估有这样的可能 因为目前看起来 毛治国的动作是出乎意料之外 我本来以为毛治国是一个标准的 就是一个官僚主义者 可是你看最近的行为 事实上跟民意是非常接近有改革的意图 要马英九赞成 我的重点就是 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发表他的想法 可是我发现这个氛围是有在改变 而且这改变的动作是 几乎就是这几天之内突然发生的 因为本来以为福贸货贸会是继续兼职下去 看起来是以民生议题为主 我们去观察后面的变化 所以或许不一定说 马总统的意志是不是真的还持续 搞不好我们再看 当然有一些事件我们还是要观察 第三个我觉得民进党这边可能要留意一下 因为我仔细看一下朱立伦的内容 基本上他已经在执行的 不是总统选举了 他已经在执行立法院 立法委员将来他们一致性的一个议题 感到有我在地上会选举 那么对这些立法院的这个议题 当然到时候我相信很可能 民进党跟国民党在不在籍头条里面 会有很多的争论 有争论的话 就会产生市场一个往哪个方向去进行 那只要在争论过程当中 只要议题上面有所不确定性的话 那么对有一方就会产生风险 可是我刚才仔细看一下 他讨论的议题的确是当下 国民党遇到的问题 比如说国民党现在没有什么核心价值 对 核心价值在什么地方 似乎看不出来 另外一部分就是贫富的结构 或者财产的这个重新分配 那他当然没有谈到胆产 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办法去谈到胆产 但是他已经提出了一个立法院将来面对的问题是内阁制 我们知道所有内阁制是跟议会是直接相关的 所以他似乎已经在抛出一个立法委员选举的一个主轴了 所以或许2016的国民党的总统候选可能是有很大的风险 但是立法院毕竟还是一个主导政策 一个很重要的要件 所以你仔细去读他的内容里面 他似乎已经是这个已经把整个未来 在这个立法院选举的这个方向已经定掉 但是相对民进党他有没有提出一个对应的一个 就是叫他立法院的一个逻辑 绝对不能说现在我们这个民进党在全国是大胜利 但是不要忘记了 其实这个胜利是建构在一群就是年轻人 他当时只是因为柯文哲外溢或者联身的效应 他决定把票投给非国民党的人 不代表将来在选择立法委员的时候 他会选择特定的什么这个政党 所以我倒建议国民进党在面对到就是 朱立伦已经发表他选择这个党主席的这些内容的时候 好好评估一下对应的政策是不是要 也要很快的去执行 我倒觉得去思考这个问题 朱立伦是不是能够摆脱黑手 真的能够来个大破大力 他这是参选党主席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来听一场政见辩论会的话 我们的结论是希望理性议员参选到底 马上回来